各位網友,大家平安 2月6號那一天,李文亮醫生因為感染武漢肺炎病毒 醫治無效去世了 最先報導李文亮醫生去世消息的那條微博 在短短的幾個小時之內就有幾十萬人轉發 就有幾億人點擊 因為大家都知道李文亮醫生是這場疫情的吹哨人 在一個多月之前,李文亮醫生發過一條微信 提醒大家武漢已經發生了疫情 那條微信本來應當有更多的人轉發 本來應當有更多的人點擊 但是沒有多少人知道 因為他的貼紙被及時的刪除了 因為他被及時的訓誡了 官僚想特意的隱瞞疫情 結果老百姓就意識不到危險 政府也沒有採取及時的防疫措施 老百姓又沒有自救的手段 導致後來病毒迅速的傳播 導致了全國各地封城封城 導致了無數人失去了健康和生命 包括李文亮醫生本人 這一場疫情就告訴我們一個淺顯的道理 如果是真相被掩蓋了,人民就一定會遭殃 還提醒我們一個淺顯的道理 就是只要言論不自由 各種各樣的災難,今後還會繼續發生 2月13號是李文亮醫生的頭期 有一些朋友就倡議,大家一起來悼念他 一起來悼念所有的在這場瘟疫當中的死難者 2月13號晚上8點鐘,大家一起在自己家裡面唱國歌 一棟大樓的居民一起唱國歌 整個社區的居民一起唱國歌 整個城市的人一起唱國歌 甚至是全國各地各個城市同時響起國歌的歌聲 只要大家萬眾一心就能夠顯示出強大的力量 就能夠要求我們應當得到的醫療物資 要求我們應當得到的食品供應 就能夠一起戰勝災難,一起清除災難的根源 2月13號晚上8點鐘,大家準時一起唱國歌 請大家大力的轉發,請大家傳播正能量 中國人民加油! 中國人民加油! 護大師傅內地努力 Edgerup 來起來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tyl們讓地點逃脫前進 反向這邊的逃脫前進 談着這邊的逃脫前進 沿著這邊的逃脫前進 好